如果有一天你在公園漣漪 哇 泡泡好漂亮 你有想過為什麼肥皂水能吹出泡泡嗎 蛤 你是不是在想是因為肥皂水的表面張力 比水還要大的關係 不是喔 其實肥皂水的表面張力比水還要小 你說什麼 我們可以來看個小實驗 在水上放上一個小塑膠片 在其中一端點上肥皂水 我們就會看到 它被遠離點肥皂水的位置 這不是因為肥皂水推開它 而是肥皂水的表面張力小於水 所以它被水拉離了原本的位置 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肥皂水的表面張力比水還要小 好 這很有趣嗎 以上就是本期的 聯誼無用小知識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如果有成功在聯誼 用了這個小知識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是老蘇 我們下次見 聽到可以嗎 我是老蘇 小小的小的小鈴鐺 感谢观看